大家好,我现在在黑龙江大庆市 今天带朋友们去看铁人王敬喜的纪念馆 大庆这边的绿化非常好 最关键的是像这样的长条椅特别的多 这个公园里我大概看了一下 你看多的不得了啊 现在看到的是铁人广场 然后远处的那个就是铁人纪念馆 我要穿过这个广场才能走到那边去 然后这个广场我们简单看一下 刚才我还在寻找铁人广场 那铁人的雕像在那边 没想到离我这里还有点远 在正前方那个大楼前面看到的就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 因为我要去的铁人纪念馆在这个方向 那个铁人的雕像在我的后面 所以说方向是反的 这边写的是石油歌曲大舞台文艺演出 我现在是站在一个巨大的喷泉的中间 看一下这个雕塑 积极向上拔地而起 然后再看一下远处的这个楼房 北方特有的一种楼房 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坚固 和南方看到的那个楼房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远距离的看一下那个巨大的雕塑 然后我的左边出现了两个可爱的石油宝宝 这个画面还是非常可爱的吧 好我们过马路去看铁人纪念馆 已经走到马路这边来了 现在已经走到了铁人纪念馆的门口 这么多人在排队啊 哦现在应该还没开门 差一分钟他都不开门 看一下这个才是正面的纪念馆的 那个是铁人的雕像 等一下我们走近点看一下 重点来大庆这个纪念馆是一定要过来看一下的 因为这个铁人广场过了马路这边就是铁人王敬喜的纪念馆 很多人在这里合影拍照 稍微等一下马上就开门了 终于进来了 可不容易啊 约一下 然后刷身份证 排队排了好多人 然后这边好多人在合影呢 中间的雕像就是王敬喜铁人 好我们进去边走边看啊 再从侧面来看一下铁人王敬喜 好我们开始爬楼梯 进到这个纪念馆的里面 已经进到这个里面来了 特别凉快啊 外面潮湿闷热 这里面有空调 这边是一幅巨大的雕塑壁画 非常的气势雄伟 现在我们走到的是第一个展厅 这边有一幅那个画画得非常好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石油的时候 车子顶上背的都是那个煤气包啊 所以说为了把石油打出来 那真的是特别不容易 1960年咱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大庆的石油大会战 那么王敬喜就是首当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那个电影相信很多朋友们从小应该都看过了 哎呀记忆深刻啊 这边还原的就是王敬喜的老家 那个年代的老家就是这样的房子 因为我小时候跟这个也就差不了太多 这边有具体的介绍 玉门故居1923年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 英明决策松疗发现大油田 于是决定了1960年在大庆进行石油大会战 看一下当时他们住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土坯房 因为那个时候刚来到大庆的话 是要啥都没有啊 除了一望无际的荒草堂 然后这个就是里面住的床铺 墙上都是经典的老照片啊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条件特别的艰苦 尤其是这张照片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这个钻油机 很多人完全是靠人力把它给安装上去 特别不容易 然后这里都是当时的一些大的生产用的工具 这是千斤顶 这是撬棍 然后这边还有这么粗的麻绳 这个应该是滑轮组 这边都是很多当年使用过的工具 我们继续往这边参观啊 然后这边写的是第一口油井 那可以说是特别的重要啊 很小的时候就看过这个铁人王进喜的电影 所以说印象特别深刻 然后这边应该都是一些场景的还原 发现了这个石油 这个是取水吧 这个应该是喝的水 换个展厅继续往前参观 这边应该是一个中央大厅 我们往这边走吧 铁人王进喜的雕像 今天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展览馆里面都是 有很多穿白蹭衫的游客 有专门的导游在解说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 王进喜的雕塑 我们换个展览馆继续往前边走边看 看一下这个铁锤被敲的都已经变形了 这可是18大棒锤 现在来到了二楼 那边是王进喜骑过的摩托车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些钻头 这些就是那个打紧用的钻头 看一下 我这还是头一次看到的 在电视上都没见过 看一下这边的这辆摩托车 这可真的是太经典了 王进喜骑过的摩托车 因为油田的面积非常大 就是王进喜经常骑着这个摩托车 到处去跑去看 去看不同的井口 所以说没有这辆小车 它是跑不动的 照片都是当年真实的记录了 大庆油田的生活 以及工作的场景 这边展示的就是当年 真实的生活的场景 做饭的地方 然后睡觉的地方 东北非常冷 要住在这个土炕上 下面烧煤烧火 这样就可以取暖 让我们继续往这边看 因为这个展览馆的面积特别大 这张照片展现的是毛主席 第一次见到王进喜 然后周总理说 这就是大庆油田的铁人 毛主席说 我知道铁人非常的勇猛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看 这边是铁人和周总理在一起谈话 铁人精神 从小就知道了 电视和电影都看过很多 然后这边还有铁人王进喜用过的餐具 从纪念馆里面出来了 铁人王进喜 铁人精神永存 好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